嗨嗨 我是Josh 嗨 我是Ember 那今天是要來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就是我老婆 Amber呢 準備要去動手術了 但是並不是什麼很嚴重的事情 是要去動眼睛的雷射手術 對 因為 Amber 你是有高度的近視嘛 對 是多少度 10 反正就超過1000度 對 超過1000度 超高度近視 所以你生活會超級不便利 對 因為像我現在是沒有戴隱形眼睛 現在是看得到 這個距離我看得到你的表情 可是因為我現在這樣看鏡頭 我就看不到自己 所以大概可能一公尺兩公尺左右的地方 你們看我就是一片糊的 這樣 這樣看不太到 對 它大概一公尺 就是糊糊的啦 好 我們現在畫面也會弄成 她現在把眼鏡打掉之後 視線的狀態 她說 呃 嘿 喔 就是這樣 跟現在中央直播 比賽打馬賽克的時候 差不多一樣的程度 那時候沒發現有打馬賽克 對 那時候 Amber看比賽 完全沒有覺得有什麼事情 因為都一樣啦 還是馬賽克的那個糊不住啦 呵呵 對 就是會這麼的糊 對 因為真的生活太不便利啊 一直有在鼓勵妳說要去做雷射手術 對 但因為我一直很怕自己 就是近視太深 其實個人就沒有辦法 對 這也是我們擔心的 然後另一個是 因為在眼睛上動手術 聽起來還是很可怕 但是到最後還是覺得 那生活的不便利真的太嚴重了 而且之前妳只要一出門 妳就是要戴眼睛 妳已經戴一整天嘛 對啊 然後到晚上妳的眼睛都會很乾 但我看了也覺得不太好 應該還是要去動這個手術做一下 所以我們這次就是要做這次的手術 然後我們也會把整個過程 就是包括 術前術後 可能恢復的狀況 我們都把它拍成影片 來分享給大家看 那我們過幾天 首先要先去做的是 術前的一個檢查跟諮詢 我們就出發囉 好 GO 好 我們來到大學眼科了 那今天就是要帶我老婆 我們來做一下術前的檢查 因為雷射手術 也不是說說就可以做 一定要先來給醫生做個檢查之後 才知道妳到底能夠做雷射手術 因為我們之前在擔心 妳的近視速度超級深嘛 對 1000 度 1000 度 那到底能不能做雷射手術 我們上網其實去查蠻多的 但是沒有得到一個準確的答案 然後最後得到的答案就是 先來問醫生 先來做個檢查 然後醫生來聽說到底可不可以做 我們就打光進去吧 那我們剛剛檢查的部分 就是要跟你講解一下 目前的話 度數量起來是1075 那散光150 左邊的話1075 散光100 那角膜厚度的部分 右眼最薄的部分 在513跟506 那就算過厚的話 大概算起來兩眼的話 可能會殘留在 大概50至100度的近視 那這樣的度數 它殘留下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厚度比較沒有那麼夠 那每一個人厚度都是天生的 那妳是近視度數比較深的 就比較有可能 有辦法把度數完全用掉 對 就是如果說妳的近視比較高 我們就需要用掉更多的厚度 所以說沒有一定說多少度以上不能做 而是要看每個人的角膜厚度 對 沒錯 角膜不厚 但是度數又深 對 沒錯 但醫生都會盡量幫妳做 那我們講解一下就是 smile的部分呢 它是有度數限制的 因為度數比較高到 1075已經超過它的度數限制 它只能達到1000 所以就是可能會建議做 準分子雷射 它就是要打開角膜表面 用雷射打開 打雷射再把它蓋起來 那一樣隔天的話 可以正常上班 或自己騎車來都OK的 好 那這兩個是不是在安全性上會有差別嗎 安全性上的話 其實都蠻安全的 因為其實準分子雷射 它在台灣的時間 其實真的很久 已經有二三十年歷史 從以前是用刀片切開 現在又是用雷射打開 它才可以做得更精準 就是我們醫師 他在手術的經驗上 上是很豐富的 所以就是他在 不管是下廚方 或計算度數來說 都是可以做得很好這樣子 那經驗很豐富的話 可以放心 都是值得信任的 好 你不想戴眼鏡而已 對 那 所以你要過度 你這個近視度數這麼深 好大怎麼辦 對 度數實在太深了 這個要考慮一下 一千一的話 可能是打到一千不到 你打多少度數 就相當於戴眼鏡眼鏡那個不舒服 可以戴到九百 所以我只要打 打超過九百 如果要比你戴眼鏡還好 對 對 真的還清楚 我想一想 好 好 那剛剛醫生有幫你看過了 有幫你說一下講解 那目前有決定怎麼樣的方式嗎 我覺得可以 因為是我平常戴眼鏡 這個時候就沒有戴毛 所以不管怎樣 還是會比現在戴眼鏡好 就算沒有全部打完 了不起也剩個一百度兩百度 對 因為我原本眼鏡只戴九百度 對 因為我原本眼鏡只戴九百度 所以束後的話至少還會比眼鏡清楚一點 對阿 然後我們就不用再戴眼鏡這樣 OK 那就還是做吧 對 好 好 我們今天又回到了大雪野科 對 那今天是手速日當天了 嗯 那提醒大家就是 包含我們上一次的檢查 跟手速日當天 都要記得不要自己提車或開車來 對 因為他會剪那個散銅劑 對 剪完之後會超級怕狂 對阿 然後也會看不到 就是近的會看不到 那你今天要準備做手速心情如何 還是很害怕 覺得很可怕 對啊 因為要在眼睛上做手腳還是會怕 會怕怕的 我們等一下就實際進去看看 然後 等做完之後看你當下有痛還是 覺得哪裡不適合的 我們就如此呈現 跟大家講講最真實的感動 對 OK 我們出發 好 你做好準備喔 對 要幫你點一次嗎 會知道嗎 對 然後 好 在這邊 我們到外面給oned上去看一下箱口的部分 一次 算了 好 好,很好 OK了 好,謝謝 我們現在一起拍個照 你現在看得到了嗎? 我覺得可以一定點 很痛 所以現在手術完之後,目前是看得到嗎? 看得到,但就是會先水水舞舞的 還是像有一片玻璃在面前一樣 對對對 但就是看得到自然 那你剛剛手術過程有任何不適感會痛嗎? 其實是不會,是沒有感覺 完全沒有感覺,就只是躺著而已 對啊,只是還是會怕怕的 我剛剛醫生說看起來狀況很好 做得很漂亮 他自己在講自己吧 自己很滿意 對啊 那我們就一天之後再確認一下復原狀況怎麼樣 嗯 OK 好,那我們現在是手術後一天了 對 我們剛剛做完回診回來 那你現在看得清楚嗎? 看得清楚 比昨天剛動完手術之後清楚很多 對啊 其實昨天剛動完是一開始會有水水的感覺 可是還是就是已經是看得到的了 只是會好像就是像他說的透過玻璃看東西 然後昨天回來的時候其實就也看得到東西啦 只是因為那個時候會怕光 然後跟有一點痛 你痛了大概多久? 大概三四個小時吧 可是因為有止痛藥跟那個點鹽藥水 所以就比較還好 可是大家應該會想問 那個痛的程度到底是到多不舒服 跟身體痛比起來是 身體痛比較痛 那打AZ比較痛還是 當然是AZ啊 所以打疫苗或者是身體痛的不舒服感 都會比你做雷射還強烈很多 對啊,因為其實在手術當下是真的沒感覺 就是我就看到他好像感覺很像隔空在擦我的眼睛 然後我們剛剛回診 醫生也說看起來有恢復的狀況很不錯 對,沒錯 我們就是要再持續觀察 對 一個禮拜之後我們再看看 目前的狀況會不會恢復到 就是生活都完全正常 對,因為我剛剛講是0.8、0.9 他說會越來越清楚 對,醫生有說視力會越來越好 對啊 開心 現在早上一起來就什麼都看得到 對啊 好,那我們一個禮拜之後繼續追蹤 沒錯 OK,那我們現在是做完雷射手術之後 已經過了一個禮拜了 然後我們剛剛回診回來 對 過了一個禮拜 你目前都已經恢復正常了嗎? 整個生活都完全OK了 就是其實做完雷射手術 過沒多久就看得到啦 這幾天都是一樣 就是等於很像有帶影眼鏡的樣子 然後剩下就是只是眼睛會容易乾 然後要一直點人工淚液 但是平常就是像白天的時候就還好 但是晚上如果有睡醒 你剛睡醒的時候眼睛都會特別乾 對對對,但其他時間就比較好一點 所以其實就是一直要補充能工淚液 那其他好像還好 還有一個啊 晚上睡覺的時候比較麻煩一點 對,就是在做完手術三個禮拜 都要就是貼一個眼罩 就是它是防止我睡覺的時候去揉眼睛 可能會不自覺的去摸到眼睛幹嘛 那都會蠻危險的 對 因為現在手術是有一個傷口在眼睛上的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不方便的是 它跟眼罩一樣也是三個禮拜 就是不能洗臉啊 不要用就是水去潑到眼睛啦 只能可能用擦的這樣 就是術後的照顧還是比較有一點東西要去注意的 對 不過基本上生活看東西都已經完全正常了 現在在路上常常會看到什麼 欸 我看得到那個招牌 我看得到那個路牌 對,對呀 一直要到處講 就是要一直說 欸我看得到那個字耶 欸我看得到耶 就超開心 對呀 但是出門啦 出門也要戴護目鏡 因為怕有灰塵跑到眼睛裡 就是它術後其實 恢復的速度是很快的 因為你已經很快就可以正常看東西 就只是術後要再做這些保護 對 那另外就是我們這次是在台南的診所 台南的大學院科這邊 去做檢查跟手術 對 那整體做下來我都覺得 不管是醫生 還是相關的諮詢師啊 護理人員 都是很親切跟專業 哦對啊 他們即使很忙 因為人真的很多 但是都還是很親切的 很詳細的 跟我們講說 欸手術要注意什麼 然後你手術的時候 醫生會做什麼動作 對 都要先跟你講清楚 對 才開始做 所以都會比較放心一點 對啊,就是你至少知道現在在幹嘛 好,那我們這一次 整個雷射手術的相關介紹 就到這邊了 就算是一個紀錄啦 那不過我們紀錄也才從手術之前 到手術之後的一個禮拜左右而已 之後我們也還是會持續的追蹤 看你的狀況怎麼樣 嗯 那也許以後有機會 有可能會在 可能我的頻道 或者是安博小兒子的頻道 對啊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做完雷射手術之後的一些感覺 一些改變 沒錯 沒錯 那就是真的很感謝大學眼科 希望你已經恢復光明了 對 那也很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